两岸头条 天天有料 大家好 我是浩阳 今天是2021年6月17号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神舟12号载人飞船 今日发射 美欧峰会声明提及涉华问题 外交部回应 美议员重提台湾防卫法 台大教授院举正发布视频表示 迫不及待要打祖国疫苗 江济臣爆料台中工业区调查 是变相超权授权台产疫苗 岛内两天12人因打阿斯利康疫苗死亡 台大医生分析施打风险 香港警方拘捕苹果日报总编辑 罗伟光及益传媒高层 澳门驻台办事处暂停运作 澳门政府表示 因人员证件申请无法获批 下面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北京时间2021年6月17号清晨 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 乘组出征仪式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广场举行 6032分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 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 总指挥长李尚福下达命令 聂海胜、刘伯明、汤鸿波 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即将开启为期三个月的飞行任务 并将成为中国载人航天 进入空间站阶段后的首批太空访客 经总指挥部研究决定 北京时间6月17号9022分 发射神舟12号载人飞船 飞行程组由航天员 聂海胜、刘伯明和汤鸿波组成 聂海胜担任指令长 航天员聂海胜参加过神舟6号、神舟10号载人飞行任务 航天员刘伯明参加过神舟7号载人飞行任务 航天员、汤鸿波是首次飞行 16号外交部召开例行记者会 发言人赵立坚主持 针对有记者问 6月15号美欧峰会在布鲁塞尔举行 峰会声明提及新疆、西藏、香港、台湾、东海、南海等一系列涉华问题 指责中国经济胁迫和传播虚假信息 声明称 美欧将在各自对华多重定位框架下开展密集磋商和沟通 并将在气候变化、防扩散及特定地区问题上 协调同中国的建设性接触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表示 美欧峰会声明内容远远超出正常发展双边关系的范畴 无理干涉中国内政 制造和散布虚假信息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美国和欧盟应该做的是反省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 他们没有资格充当别国的教师爷 赵立坚指出 中方反对任何国家把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强加于别国 反对搞针对第三方的小圈子和集团政治 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来割裂世界 赵立坚强调 美国和欧盟应该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为国际社会团结抗议 应对全球性挑战做出自身应有的贡献 据台湾官方通讯社报道 美国参众议员17号同步在参众两院重提所谓台湾防卫法案 确保美国具有阻止中国大陆所谓入侵台湾 不会造成继承事实的能力 这项法案曾于去年分别在参众两院提出 但未能完成立法 该法案指出 若中国大陆所谓强迫台湾统一 特别是透过军事力量达成时 美国维护所谓自由开放印太区域的能力将受到损害 美国政策应是维持美国武装部队能力 不给予中国大陆对台湾造成继承事实的机会 关于印太战略问题 国防部发言人谭克菲在例行记者会上曾表示 任何一种战略都不应违背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 刻意渲染冲突对抗 加强军事存在 突出军事竞争的战略 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危害世界和平稳定 任何一种战略都不应策动建立选择性排他性军事同盟 都不应拉帮结伙搞小圈子 制造集团对立的新冷战 搞你输我赢零和博弈 只会造成更多的分裂对立和乱局 任何一种战略都不应损害地区国家人民的福祉 把地区国家拖入危险境地 谋求一己私利和单方绝对安全 只会损人损己不得人心 据环球网报道 6月15号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院举正 发布一段视频并表示 我愿意打祖国疫苗 我想要打祖国的疫苗 我甚至于迫不及待要打祖国的疫苗 院举正在视频中表示 科兴和国药都获世界卫生组织的认证 这个认证有严格的审查机制 相较于国际授权的程序来讲 我在台湾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 才能打到这个等级的疫苗 院举正表示 用科学的方法对抗新冠疫情的做法 不知道是不是中国发明的 但他知道只有在中国大陆 才做得这么彻底 而因为做得这么彻底 所以才能很快地恢复 近来台湾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16号公布 截至目前台湾累计确诊 13409例 确诊病例中478例死亡 在国台办16号上午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有记者问 接到一些岛内朋友咨询 如果台胞来大陆接种疫苗 是否能够得到迅速安排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 台湾疫情爆发以来 我们看到岛内疫情蔓延 疫苗紧缺 每天都有民众染疫死亡 第一时间表达了愿意迅速做出安排 向台湾同胞提供大陆疫苗 支持民间机构向台湾同胞捐赠疫苗 但民进党当局却以各种借口阻挠 拒绝甚至公然抹黑污蔑大陆疫苗 对于很多岛内民众表达 希望能到大陆接种疫苗的需求和心愿 我们十分理解 愿意尽最大努力提供帮助 对于搭乘民航客运航班来大陆的台胞 只要符合接种条件 可在严格执行入境防疫规定 自愿和知情同意前提下 按有关政策在大陆接种疫苗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 中国国民党主席江启臣 16号晚在社交媒体爆料 台中工业区有员工投诉 厂商发出施打疫苗调查表中显示 如有员工不愿施打台产疫苗 或指定疫苗者 请误列入名册 他批评这是让人心惊胆跳的调查 江启臣质疑台湾产疫苗目前没有三期的试验 也没有通过台卫生福利主管部门的紧急授权 也就是说此时此刻不存在任何一种合法台产疫苗 而不愿意施打违法疫苗的人 就不能列进名册 愿意施打违法疫苗的人 却可以列入名册 变相超前授权台产疫苗 是用疫苗救人命 还是用人命救疫苗呢 一定会通过紧急授权 是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告知相关部门的吗 江启臣质疑 是要台中工业区的基层员工 乃至岛内全部民众 都当无国际认证疫苗的白老鼠吗 对此台中工业区厂协会表示 该调查是因应未来如果分配大量疫苗时 无法设定是台产或其他疫苗 厂商或员工如有指定疫苗才建议不造册 并非造册者都要打台产疫苗 我们怎么知道 到时候会分配哪种疫苗给台中工业区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 岛内15号起开放85岁以上的长者施打阿斯利康疫苗 截至目前为止 全台亦有12人接种后死亡 对此台大癌症中心分院副院长王明俊坦言真的被吓到了 怀疑还未施打的数十万剂阿斯利康疫苗是否应该打完 但后续他分析发现未打疫苗的死亡率比打疫苗高出0.008% 王明俊分析称 全台80岁以上的长者到5月底的人数有86万1160人 据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统计 到16号为止有148人死于新冠肺炎 假设他们全部都未打疫苗 在80岁以上的年龄层 感染造成的死亡率是0.0172% 王明俊表示 据数据显示 80岁以上的长者若接种疫苗的死亡率则是0.0046%至0.0092% 因此打疫苗的死亡风险算不算高 这个就得由大家自己判断了 据香港无线新闻报道 今晨7点左右 香港警方国安处拘捕益传媒行政总裁张建宏、周达全 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副社长陈佩敏及张志伟 据悉 被捕人士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第29条 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 今日发表声明表示 香港警方今天就苹果日报5名董事 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采取拘捕行动 特区政府保安局依法冻结了苹果日报有限公司 等三家公司的资产 我们坚定支持特区政府和警方 严正执法的正义之举 坚定支持一切为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 所做出的努力 声明强调 基本法保障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 但任何权利自由都不是无边界的 都不能突破国家安全的底线 这也是有关国际公约的明文规定和各国法律实践的通力 香港是法治社会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包括传媒机构在内 盖莫能脉 新闻自由不是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任何人不论其有什么样的职业身份和背景 不论其背后有什么样的势力支持 违反了香港国安法及有关法律都会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16日上午澳门政府宣布驻台湾办事处19日起暂停运作 澳门政府傍晚发布新闻稿称 这是因为在台办事处人员的证件续期和新轮换人员赴台申请 至今一直无法获批 不得已暂停运作 据澳门政府网发布 澳门特区政府称 自成立以来一直务实推动澳台关系稳定发展 2011年基于两岸双方均认同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 澳台达成互设办事机构的共识 双方办事处据此开展相关业务 澳门政府在台湾设立的澳门经济文化办事处 于2011年12月正式运作 新闻稿称 澳门特区政府将一如既往按照基本法 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中央政府处理澳门涉台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政策 来处理澳台关系相关事宜 持续推动澳台民间交往 深化澳台民间交流合作 台湾陆委会今日稍早表示 对澳门政府单方面做出此一决定相当遗憾 但台湾驻澳门办事处将持续运作 派驻人员仍然会坚守岗位 好 以上就是本期两头条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